让暴走族进化心灵 日本流行起名为 扫除道的色 这个厕所修炼学 那这是扫厕所的人 不戴手套 把双手伸进马桶里头 仔细刷洗 而今天有上万人 响应这个活动 更有许多企业总经理到场 不过对于第一次 用双手徒手来刷马桶的人来说 心理上很有障碍 那这菜瓜布海绵弯腰 蹲在马桶小变斗前 拼命刷洗 这是从日本传来台湾 被称为扫除道的扫厕所修炼学 但实际做起来 可没有一般人想象简单 居公后背起牙刷 菜瓜布 棕刷毛巾等 40种必需工具 在当每个马桶前闻气味 并且用手实际伸进下水道 还有马桶缝隙 检查污垢的附着情形 平常觉得说 好像很脏的感觉 克服心理的障碍 还是需要去自己调整一下 真的很有障碍 因为得把手伸进马桶里 用金属刷菜瓜布清洁 同时用海绵吸起污垢 但不止一般人 就连企业总经理徐重仁 还有环保署署长沈士红 也埋头拼命刷厕所 梁津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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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 覺得很驚訝 要人學習謙卑的日本掃除道到台灣 萬人響應卻因為國情不同 變成另類的快樂清掃學 中間新聞 正宗五題 台北報導